台湾陆委会表示 马英九总统在国庆讲话时 表达了对香港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关心 希望大陆方面体察善意理性看待 下面我们联系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许波你好 在线上吗 听见我吗 听见 中国国台办好像指责马英九的国庆讲话 说是对香港的政改是说三道四 那么马英九到底讲了什么 北京又指的这个说三道四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 就是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 他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 他说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政治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指什么呢 他没有明说 但是他讲 他说这个香港2017年的特首普选 是香港政治发展当中的一大进步 他说对此台湾不应该说三道四 那么这个台湾不应该说三道四 这个就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轰动 那么人们就普遍认为呢 这一定是指马英九总统在十月十号台湾双十国庆节上的那个讲话 在那个讲话当中呢 马英九呢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认真的去理解香港人民 渴望自由选举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情 同时呢台湾应该这个中国大陆呢 应该向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句名言的学习 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马英九说呢如果中国这样做了 那么呢就会实现这个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双赢 同时呢也会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呢 提供这个良好的空间 林森 徐伯再来说一说就是北京对马英九总统的这个讲话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他讲的这些内容 说这是说三道四之后台湾政府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 另外反对党和台湾的民众又是如何看这个反应的 好的那么台湾的这个政府方面呢 首先是台湾的陆委会行政院的大陆委员会 星期三他晚上就在范立青发表这番言论的几个小时之后呢 他就发表文稿 这个文稿表示呢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说很多台湾各界很多人 当然也包括马英九总统 都呢期许说是台湾政府啊 应该和占中民众的实行理性的对话 来和平的解决目前的局势 他说呢 台湾方面认为大陆应该从好的方面来理解 马英九总统双十讲话 叫体察我方善意来理性看待 另外呢陆委会还强调 说说三道四这句话有点严重了 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呢 已经实现了这个民主制度 民主呢成为台湾的核心价值 所以呢这个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 这个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坚持 他说大陆呢应该表示理解 另外国民党呢也这个国民党对中共 这个这个层级上 在这个层面上呢 国民党也做出了反应 他在这个星期四 也就是今天他发表文稿 表示呢 就是国民党必须要重申 民主是台湾核心价值 我们认为两岸同为阳皇子孙 所以呢我们才向大陆呢 说这样的话 所以大陆呢应该从正面来理解 不要说我们再说三道四 这是这个执政的国民党 还有呢台湾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反应 那么民间的反应呢也许可能就更激烈一些 特别是民进党 我采访了一些民进党的立法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那么民进党立法委员认为呢 马英九的讲话其实是够温和的 如果让他们说的话 话可能会说的更难听 那么北京方面呢 甚至连马英九这样温和的言辞呢 都不能接受 那么就证明呢可能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不妙 因为呢这个如果北京不能容忍这样温和的言辞 那么日后呢两岸关系的发展肯定不会顺利 也可能会越走越远 林森 好谢谢许波 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